这不叫闹魂 这叫耍流氓 那我必须得要个说法 那我要不跟你这说法呢 那我就网上告 何幸福在嫁到万家村的第一天 就受尽屈辱 妹妹迎婚闹 被几个流氓摸了个遍 带头的是万家村书记的儿子万传家 为了护住妹妹 何幸福一板凳就将万传家的脑袋砸出一个窟窿 儿子也让他们家彻底得罪了万书记 害怕万书记报复 村里人排挤 何幸福的公婆一早就提着重礼去陪礼道歉 不仅下鬼磕头 还要求何幸福去陪不使 这让正直的何幸福特别憋屈 但为了婆家人 她还是被丈夫拽着去陪罪 在何幸福看来 要她陪罪可以 但万传家也必须给她妹妹道歉 不料万书记在听到何幸福这个要求后 特别生气 死活不接受这个要求 没有办法的何幸福只能上诉打官司 然而万善堂在村里一手遮天 很多人都不敢出来为何幸福作证 好在婚礼当天是滴滴记录 有拍下何幸福妹子被摸的视频 这才一照将万传家送进监狱 看到这幕的观众都直呼解气 可以说王家能取到何幸福 那简直就是上辈子的福气 那么看完你喜欢这部剧吗 欢迎留言评论